回應李家超剛才的整體答案和出來講的說話 各位全朋友 我們幾個同事 整體回應一下李家超剛才回答口頭質詢的表現 和他出來講的幾段說話 我今天提出口頭質詢 其實正正打中了警隊和政府的要害 顯出政府這麼久以來 一直沒有重視警隊的紀律和警隊的水平 這個不是我們三案八罪 是李家超自己鬼拍後尾枕 早前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講出來的 警隊是需要提升的水平 並且改善他們的紀律和專業化 正正證明他都知道 有一些醜事始終是楊千里的 警察吸毒 反毒 這個是事實來的 濫權濫捕 虐待市民是事實來的 不少的警員在法庭的表現 是一塌糊塗 講謊 夾口供 法官都忍不住說他謊話這麼謊話 這些東西 李家超今天都是輕輕帶過 一概否認 並且迴避問題 不肯直接答我對他的質訊 到底有多少警務人員 因為上述的問題被懲處過 並且有一個數據 他輕輕帶過就有26個查過 到底有沒有人罰過呢 是完全不肯答的 你看到今天李家超的說法 都是嘗試迴避的問題 我最不滿意就是我跟進的一點 其實那個某程度就是顯出 政府或警隊是心虛的 他心中有數 警隊是什麼質素的警隊 為什麼要推行一個自願驗讀計劃 不肯出一個強制驗讀呢 他的答案竟然說是沒有法例 這個是廢話來的 警察通例裡面的指涉的項目 其實呢 有很多是一些具體的規範 警務人員警隊部隊 是需要跟從這些規範 不是沒有據可寻 不是沒有規可寻 他只是逃避的問題 他這樣做很明顯顯出 他自己對警隊都沒有信心 他怕呢 堆入了一個大的蜜蜂鬥 到底有多少警務人員 真是有吸毒 涉嫌藏毒 甚至違法的行為呢 那我相信他今天的表現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那我交給幾個同事講一講 大家很清楚呢 事實就是警隊 在現在市民的所謂信心呢 是9個紀律部隊是最低的 37分都不夠 44% 44%的市民是給警隊是0分 我們見得到較早前的25公斤的冰毒呢 警方是一個 我們叫是一個叫做 偷了出來去賣的 即是 賊妝呢 是拿了出來 這些都是事實 第二點 我是特別憤怒的呢 就是他一直呢 是沒有回答到 今次 對於這個 港台 偏採偏導呢 是蔡玉玲的一些選擇性的執法 今次的做法 是違反了 香港 一直以來 是對於 保護 新聞自由 採訪權最重要的這一部分 基本法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是需要保護 新聞自由 香港也都是 在國際人權公約裡面呢 是簽了 其中一個是很重要呢 是要保護每一個香港人 包括新聞工作者 採訪和資訊的自由 政府很清楚做出這件事 是要打擊香港的傳媒 和新聞界 李家超 沒有做好自己警隊的紀律 反為 是將一些其他 是堅守香港核心價值 特別是新聞 和一些 編採人員 是作出最嚴厲的政治打壓 這個是可恥 是極之可恥 我也都在這裡 呼籲香港人 特別是新聞界的朋友 我們 希望每一個新聞界的工作人員 都堅守崗位 全香港市民都會和他們一起 當政府 或者警察的打壓 一直這樣變本加厲 香港更加需要 是堅定不移 為求真相 而是不為強權的新聞工作者 我想簡單回應一下李家超 剛剛剛剛交代著 他們警方拘捕 港台鏗槍冊編道的詢問 第一條 他有兩條問題沒有回答 第一條問題 我聽到記者朋友問 其實傳媒為求調查真相 而去查冊 受到警方這樣的拘捕 會不會打擊新聞自由 他就顧左右而言言他 就只是說什麼虛假陳述 但在國際上 記者為了追尋真相 不用直接的理由 而去得到他的證據 或者一些資料 查冊 這麼多年來警方都是常用 我的意思是 記者常用的一個方法 他們為求真相 而用公眾利益作為辯解 這種做法 其實是國際一貫的做法 李家超不敢回答 另外一條問題 我聽到記者朋友問 為什麼這次拘捕蔡玉寧 是由新界北這一隊 是不是一種報復 李家超只是迴避問題 然後犯指他警方辦事 總之就是公平公正 但是其實很清楚 今次針對的721事件 就是警隊新界北 他這個環頭 現在就是這個環頭 去上門抓人 這個還不是清楚的報復行為嗎 所以他無論是現在局方 甚至警方都還在迴避 連記者招待會都不敢舉辦 去向傳媒向公眾清楚交代 他是今次這樣去小事化大 去將一個傳媒朋友為求真相 而被上門拘捕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在這裏 是強烈譴責警方和保安局 林卓廷 今次警方是拘捕 港台鏗槍集編道蔡玉玲小姐 是跟香港傳媒界宣戰 另一方面 運輸署在今年年初 是修訂了車牌查冊的申請文件 本身他有一項選項 就是查冊的原因就是其他 他改造其他交通運輸的事件 我現在是強烈質疑運輸署 是傳統警方掘個盒去裝傳媒 根本傳媒去找事實的更像是他編跡 調查刑事案件 連本也是警方編跡 他就721的案件 一直是縱容沙碎的法律人 放下這麼多些雜貨 和最後的客戶 令到傳媒是自己下手下腳去查案 他現在就認到 疫苗的特殊都有證明 去抓住傳媒 這個最重要的是 如果更大的傳媒 以後就不敢做一些新入的建築 如果這個還有一個案例 以後香港所有傳媒的調查島 都可以解散 因為所有的標準調查 你都是沒有辦法 拿到一個公開的官方的紀錄 去了解涉案的公司 人事、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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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所謂的黑衣暴徒的報警真品 我現在嚴正要求警方去回應 你是否採訪將警方針對港台 這是否因為港台721亨相閥的報道 有關721的報道太過長範 是否採訪將警方針對港台721亨相閥的報道